Azios Sandbrook Pro 15 搭載 Intel Core i9 處理器 話說如來佛祖為了普渡眾生 於是他派遣唐三藏 帶領孫悟空和朱八戒 一起前往天竺取西京 臨出發之前 佛祖將搭載 Intel Core i9 處理器的 Sandbrook Pro 15 交給唐真 希望他們三絲圖在圖中逢空化吉 就是這樣 他們就搭上者無盡旅途了 當三絲圖去到八虎嶺 遇到想吃糖漬肉的白骨精 正當他射出三打白骨精之際 三藏醒起了佛祖宋陣的法寶 Sandbrook Pro 15 透過Sandbrook的Screenpad 他找到打敗白骨精的方法 就是這樣 三絲圖繼續上路 當途經火焰山 他們又再遇上麻煩了 紅鞋兒似乎不多喜歡悟空 竟然洗出了三味真火 三藏再次打開Sandbrook Pro 15 加上這個散熱的風扇 三味真火馬上死了 紅鞋兒還差一點懶惰 誰知突然之間有個女人大叫一句 誰欺負我的兒子 原來是紅鞋兒的媽媽 鐵線公主殺到 她大力潑手上的芭蕉線 馬上掛起了大風 三藏又再打開Sandbrook Pro 15 希望找到擊敗鐵線公主的方法 這樣都被悟空想到 利用芭蕉線的風力 順勢飛去天竹 那就不用走萬里路了 到最後 三絲圖順利將西經帶給佛祖 當然亦都將Sandbrook Pro 15 墨歸圓著啦